開會開始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繼續我們市政總質詢 我們請第一位宋議員立斌進行市政總質詢 宋議員請發言 主席 各位商務部市長 各位局所長 各位我們的市民朋友 各位記者媒體早上好 本期強在質詢之前 希望各局處單位 我們高雄市民不了解我們所有局處單位 到底韓市府到現在來 四個月做了什麼好的 做了什麼好的政績與政策 按照時間有限 所以本期也請五個局處 每個局長以三分鐘簡短的方式 就五個局處的局長 以三分鐘簡短的方式 就是向我們高雄市民來報告我們高雄市團隊裡面 做一個在這十個月裡面做最 感覺到最有感或自認為最好的一個政策 政績啊 我們韓市府上任來喔 大家努力的政策和政績喔 有些我們市民朋友還不了解啊 所以我請下面五個局處 我所練到的局處各位局長就依序 以三分鐘簡短的方式就做清楚 明瞭讓我們高雄市民知道我們的 至少我們知道我們的局處做了什麼 那這五個局處都比較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比較有相關 首先我們有公務局 舍利局 教育局 經發局 觀光局 請我們局長們依序簡單說明 我們第一個請公務局長 我們請公務局吳局長 好謝謝主席 謝謝眾議員喔 那個我想我們新的政府團隊 自上任以來 我們整個的市政建設 就是持續不斷的在推動 那在我們市長及副市長的 這個清零工地的視察及督導之下 我們到10月底 也完成了以下 來陸續報告的幾項的主要重大的工程 首先報告在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我們從今年初就開始拆除 所有的五座路橋 那現在全部完工開放通車 那現在在做的 就是所謂的維新陸橋 那這個工程也已經在12月底 我們也可以這個開放通車 那我們的地下的填品工程 中華地下道已經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過年後 我們會去填品 我們所謂的中華地下道 就是在跟建國路交叉路 這個地方 那市長跟市民朋友 所關心的陸品工程 我們到10月底 也已經完成有321條的道路的跑鋪 那總面積呢 超過256萬平方公尺 那配合我們的路坪 我們孔蓋下地也7000多座 還有一些孔蓋的整坪也有3000多座 那輪行道的改善面積 我們也有2萬多平方公尺 那在我們主要的一些重車連壓的道路 我們也完成6條的這個道路 比如說在前綴小港的進湖路 東亞路 還有大貨車的專用車道 那最主要的中山沿海路 目前還在四座中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這個6月之前 可以全部的來完成 那在新開闢的道路 我們今年總共執行道路橋樑的工程 有12岸 到10月底 我們已經有完工了有12岸 當然包括我們一沿峽區的 像我們的186縣的 那個河華路段 一個橋樑工程 還有永安區的部分的工程也完工 那我們的代辦建築工程也有25岸 我們也有9岸 在10月之前也完工 這個也包括一些各單位委託的機關協校 因為時間關係 就沒有辦法一一的來做報告 那我們也完成了有8座的一個公園的改善 包括我們所謂的那個小港的森林公園 還有包括我們衛武營的這個 共同室的這個兒童公園 這個都受到民眾非常的喜愛 那我們也有一座山頭公園 這是比較的社區林里的公園 也在上個月都完工開放使用 那我們預計在連底之前 我們還有在包括一沿峽區的87起的 有5座公園也會完工開放讓民眾來使用 那其他的業務 包括我們的路燈要一化 目前還有12萬盞的路燈 我們也已經辦理花包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12月底 所有的路燈會 全部更換為階能的LED燈 甚至我們也把它用PFI的一個方式 由廠商來承受資金來台灣 也負責整個路燈的一個維修的功能 那在染線地下化 我們已經在10月底 我們拔除所有的這個電竿 地下化 拔除了532次的電竿 總共的這個地下化的這個長度 我們也將近到20公里的長度 那在建築管理的業務方面 整個高雄湊我們繼續在推廣 那有448件來申請 總共有將近一萬四千多戶 這個發照的量 整個的立畫面積也有45萬多的平凡公尺的 這個立畫面積 那太陽冷光電的建築呢 也超過了這個10萬和這個千瓦以上 那在跟民眾比較有關心的 就是所謂我們的一些法令的修訂 那比如說我們的建築 違章建築的族形要點 這個我們也秀征 它將來對我們的所謂民眾 比較關心的透天措 它的前面的這個庭園 或是屋頂的這個篩衣架等等 我們也做了一個比較放寬的論定 那將來這個我們在處理的 這個彈性上會比較寬鬆 配合整個路平 我們也修訂了一些 這個道路挖掣管理知識條例 甚至於一個基金的一個收費 這個將來對我們整個路平的管理 都有非常大的關注 當然還有配合一些公園管理知識條例 等這個我們總共有修訂了 有9條跟民眾比較關心的 這個條例有9條 那未來我們的工作包括 我們的還有很多的重大工程要 除夕的推動 類似我們的橋頭科寫延期的連外道路工程 還有我們的新台17線 這個遺跡在明年的完工 還有我們的205兵工廠的簽建 等等我們還是陸續的來推動 以上只有檢要先跟我們議員做個報告 謝謝局長 拜託 三人整理了 不可以說要等 說要等我時間能說了 來 水利局 李局長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邊很快的檢要的報告 有水利局說明 我們水利局主要是以治水為主 首先我們盤點高雄市有68處的一煙水點 目前已經完成了20處 其中我覺得最需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後進溪 我們找到了六個瓶頸段 這六個瓶頸段目前處理掉一個 這六個瓶頸段如果解決的話 可以降低乘灌入兩公尺的水位 第二個是染線 下水到染線我們發現到有一萬多處 現在已經完成6000處的一個修改 在穿越管有2200處 包括了石化管線自來水管等等 我們目前完成了200處 第三個是有關於氫域的部分 這部分大概民眾會比較有些感覺 目前中小排我們總共氫域了10萬多公尺 氫域量12萬噸 雨水下水道我們總共氫域了2萬多公尺 氫域量達到3萬多噸 那區域排水是最多的 我們已經氫域了14萬9千多公尺 它氫域量達到84萬噸 那再來是我們的雨水下水道 總共目前雨水下水道 我們有相關關於這個結構安全的部分 總共有236處必須要破損的 這地方要修正 目前已經完成了147處 所以這個236處如果沒有修復的話 就會造成這個道路天坑 會有一些人車的一些傷亡的情況 那再來是第五個就是我們 正對於這些氫域啦 還有一些我們水利的一些工作上面 我們有一個資訊的網站 隨時會更新 把這個資料公開在網站上面 讓民眾來參與 以上報告 謝謝 來 交易局 請吳市長發言 謝謝 主席宋議員 我簡單的跟您報告一下 市長特別強調 世上苦人多 所以我們交易局所做的 是以針對這個主軸去處理的五件事情 那當然裡面有些是市政府的經費不夠 那有靠募款等等 我就一一報告一下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孩子低收入戶 平時在學校有免費午餐 寒暑假和週禮拜六禮拜天 他的午餐 我們特別市長來了以後 我們來處理這個區塊 叫做安心餐券 讓他們在四大超商和太師傅正宗排骨 可以換一個五十塊錢的便當 我們總共照顧七千六百個孩子 每年花七千兩百萬 第二個 就是平價教保服務 我們從原來的去年百分之二十六 今年提升到百分之五十三 也就是這些孩子到我們所有的公幼 非營利幼兒園或者是準公共化的幼兒園 他每個月的月費絕對不會超過四千五百塊 那公幼只有兩千五百塊 第三個 就是北漂的老師 去年才開了四十八個單調缺 就是高雄市開缺 讓其他老師按照積分調回來 我們去年開了四十八個缺 我們今年開一百六十八個缺 所以我們今年讓一百三十九個老師調回來 因為有的太偏遠他不想回來 那麼去年才調回三十七個老師 也就是北漂老師 我們今年比去年有多一百個老師回到高雄市 是高雄市的孩子 第四個 我們空氣清新機 冷氣機 是沒有編列預算 那麼我要謝謝環保局幫我們去募款 以及三星人募 我們募了一億四千多萬 再加上我們的教育基金 經過市長核准調整過來 我們今年花兩億七千萬 有三十四個學校來裝雙機 其中三十一個學校完成了 另外三個在趕工 是因為電力改善的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雙語的教育 我們現在帶動學習英文的風潮 不論寒暑假的營隊 以及我們的雙語實驗學校 從去年的市所 今年到二十四所 外師的征聘也是兩倍的增加 我想這個都是體會到世上古人多 雙語的實驗學校也是以蛋白區為主 我做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我們請金發局 吳局長請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給我們這個機會來說明 過去這一到十個月 我們在經濟發展上面的一些作為跟成果 其實市長上任以後 一直對於招商引資非常的關心 我想跟各位報告 從一到十月 我們目前的招商引資經驗 已經達到兩千一百零一億 比去年一千整年 一千一百三十六億 大概將近成長了一倍 那我們也大概創造了 一萬八千人的就業人口 那我們核發園區 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招商 大概只達到百分之六十 但是這十個到今年的八月 我們就已經全部賣出 而且現在大家都在等待 我們的人物五元區盡快開闢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地企業已經在在地的投資上 都在做加碼的動作 對高雄的未來發展充滿了信心 第二點呢 我們在為了高雄的長期發展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 創新創業的環境的營造 其實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今年六月開幕了 我們金融科技園區 那這個是台灣 我們主要在高雄 建立了一個針對金融科技 AI大數據區塊鏈 我們鼓勵青年到我們的這個園區來做開發 那到目前為止 進駐力也已經達到了七成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 也有很多國際的加速器 跟台北下來的加速器呢 希望到高雄來做創業跟創新的動作 那我們在市府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這個 創業的競賽跟獎勵的誘因 我們有得獎的團隊 可以到美國矽骨受訓 有得到五十萬獎金 所以我想這個這一部分呢 都可以充分的顯示呢 未來高雄可以在創新創業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一些慢慢把青年人 或者把高雄營造成為一個 除了既有傳統產業 還有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 一個新的城市 第三個呢 我想我們最主要還是在協助 廠商的這個行政效率的提升 跟簡化行政流程 那除了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成立的公測會青年局之外呢 我們也提供單一窗口 我們把工廠登記跟這個商業登記的時間呢 大幅的減少了一半以上 所以可以有效的協助廠商 快速的開發開發展自己的公司的成立 以上做簡單報告 最後我們觀光局 我們請觀光局邱秋代理局長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首先觀光的部分喔 數字會說話 那我們在今年上半年 一到六月住宿的部分 高雄一到六月四百六十萬 比去年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一 然後在觀光油氣據點 我們有一千九百四十萬人 比去年成長了百分之十七 那我們在下半年 我們其實我們遇到整個陸客線說自由行 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可是我們看到航線喔 從六月到九月 我們航線新增了六條 然後新增了三十個航班 然後包含的菲律賓 韓國跟越南 明年我們也會新開的泰國青脈這個航線 所以這整個在數據的方面是非常亮眼 那我們在觀光的部分 我們在看到整個市長的政見 那第一個部分是軍事觀光 那軍事觀光我們在五月開放了古山洞 十月我們開放了整個新建 整個哨船頭山的一個碉堡步道 那一個碉堡步道 那這兩個地方已經 現在已經成為高雄一個新的打卡的景點 然後在整個市長還提到了愛河的愛情產業鏈 那在愛河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愛河行旅的狀案計畫 我們就是要把人帶進來 然後愛河能夠點亮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整個愛河的水域的油氣活動也好 或是兩岸的商業活動也好 或是即將我們下午要公佈一個公共藝術 還有這個昨天議員有資訊到的愛河水舞 這個部分大概都是我們要把整個愛河做點亮 然後把一些商業的機制帶進來 把人潮帶進來一個具體的措施 那這個所有的部分會在明年1月登會之前全部就就位 然後最後一個要報告的就是 我們市長在講到整個一新 在政界裡面有一個一新三線的這樣一個 整個大型的一個高雄的區域觀光發展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我們12月整個會做個成果發表 那其中要講的 特別要講的就是中線 中線是講到岡山跟阿燕寮這一塊 那我們這一塊我們來發展軍事跟生態旅遊 那我們在11月的 11月的觀光代言人有一個張Z 他針對這所有的高雄的區域觀光 他也認為中線這個部分 因為以他整個旅人 就是在國際旅行的經驗來看 他覺得這個中線最具有整個國際觀光的水準 所以他也會針對這個中線來做大力的推廣 以上報告 那個局長 我們海線啊 我剛剛聽你講那麼多 我們海線都沒有規劃到 海線的部分補充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一新三線裡面 我們有三線的部分就是指原來高雄縣區 東線大概就是指山區 我們要把山區的實載引氣場 我們有開發一個品牌叫做東高曼實旅 中線就是我剛剛所報告的 就是我們要推廣那個 那個軍事跟生態 北線我們北線有四區 那四區的部分我們有一個品牌就是海線草旅行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這個禮拜也會把這個海線草旅行做一個整個四區的觀光旅遊的發布 那我們也要邀請議員也一起可以來參與 謝謝 那局長拜託一下我們海線 要多多注意啊 不要只有其他地方好不好 好 我以下開始做種子群 我想請問 副長你在行使路 那個我們的葉副長 你在行使我們的高雄市區的路 應該沒有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我們的一些像我們的樹木擋到我們的紅綠燈吧 應該還沒有看到吧 市區也沒有嘛 那個市區也應該不會有 電染線應該有 電染線市區應該有吧 電染線樹枝殘枝嘛 殘在那個我們的電染線上面嘛 我們的電線和樹枝都交叉在一起了 所以喔 我們的路燈尤其我們的路燈啊 我們原高雄縣就叫我們的子官那邊附近這邊全都是這個類似這樣的情況啊 那我想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之前在101年有一個植樹計畫 那種了非常非常多的樹木啊 那我想請問局長 植樹我們的公共局長 我們植樹範圍規範如何 簡單答覆 我們請吳局長答覆 好謝謝主委 謝謝松議員喔 基於我們的百萬植樹計畫在101年就開始推動 到目前為止這邊的統計資料將近八十萬顆 八十萬 整個高雄市就種下去 新的又多種了八十萬顆對不對 對從101年開始統計 你們植樹的範圍都在哪裡啊 就是前高雄市區的主要道路 有一些是在這個人行道的安全島上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們一整年的修數的經費是多少錢 就我們修數維護樹木的經費多少錢 比較細了請養工處林處長來答 謝謝 我們請養工處林處長答覆 謝謝屬席 謝謝松議員 我想整個種樹跟濾化 進化空氣是政府機關跟民間在推動 那整個種樹包含是利用市府 包括我們養工處所俠管的公園率還有苗圃 還有樹木銀行還有民政局的一些公募簽帳以後 這些我們來種樹 那經費多少錢 一年大概都是用本預算 我們一年大概有如果說按照慣例 大概是有減四萬顆啦 那將近核算起來將近大概是三十千萬 三十千萬 那中共加起來 但我聽到極端說 一百塊美年到現在有八十萬 那增長就不敢 那它是增長了 那增長了 那增長了 那現在你收錢我的錢嘛 我現在問說總議員算 你收錢我的錢總議員算多少 因為我們是實做數量嘛 實做數量 每年大概有四萬顆啦 每年大概減四萬顆 每年才減四萬顆啊 那那我 那其他的 其他的百幾萬 那那增長要怎麼樣 那它有時候裡面是公圈的柱子 公圈的柱子 公圈的柱子就是有些 讓它是自然的在生長 那樹木修剪大概是有遮掩 到交通耗製 或者是紅綠燈 有些電線啊 因為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紫關彌陀用我們 公山太多 這樣聽到嗎 這電線 加這柱子用這位嘛 你要叫這 收柱子的 開國七月 手上收也很危險嘛 它是不是跟智慧台電嘛 這個是按照整個電業法規定 電業法裡面有規定 說你如果有高壓電在裡面 那樹間企劃電業公司會通知 我知道 我說的意思是說 這樣是不是電業 幾乎來說 有七十六七十 那時候都把電線加到嗎 有經過嘛 有經過電線 有帶到沒有帶到而已 是不是這樣說 如果經過這個東西 我們會跟台電配合 因為有高壓電 因為這就是我們牽扯到 有些是因為染線沒有下地 如果染線下地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染線下地 是未來的事情 我現在是講現在 它現在紅綠燈和我們的路燈 完全擋住了 我們八線 擋行車安全 你聽到沒有 所以你說 整個高雄市 那麼多這個總統 我們到底有辦法處理嗎 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這些市場 可以接受嗎 那個一般我們樹木修檢是說 有民眾提出來 他有到 比如說到建築工地 或者是影響他的出入 我們會來處理 民眾他會來申請 那像一些有遮掩到公共安全的 包括紅綠燈的 在我們巡查 包括交通局會通知我們 如果有10條牽扯的 我們就優先來處理 因為你說優先處理 我說優先處理 我們都隔壁 出來的路口啊 這怎麼看有 這如果發行車好了 可以我們先前國賠嗎 可以嗎 這個國賠的要看他的意思 我知道我這要見 我是說如果音樂紅綠燈擋住 而無法看到紅綠燈而車禍 這張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現在現在要處理 說有 處理 我現在要說的意思 不是說很處理 沒有很處理的問題 我現在說的意思 不是說整個高雄市的車子 當然車子是為了空汙嘛 可是我一直說為了車子 封鎖到我們八線 紅綠燈也好 電燈也好 有辦法 可以讓他 不要讓他清楚 不用特意把他抗掉 人工廠你來加一下 這個是以前縱數 以前縱數是沒有按照規範 現在新的規範 安全綠燈跟紅綠燈前後15公尺 就不正處 對 我知道以前縱數 這說以前 不然以前都要被砍掉 沒有啊 我們就來修建說 有現任的經費下我們來修建 你要怎麼修建說 譬如說 這裡頭前一檔電費在這裡 還有一檔銷子在這裡 這檔到底有社學 還種在這裡嗎 是怎麼來檢討 整個高雄市 沒有這個問題 市區沒有這個問題 市區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我們海線 我們全國人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不是 這不是說 條地說 我們 為難了 其實真的很多 所以我意思說 我們來檢討 來檢討 看看到底有 耗資旁邊 還是說 我們的路燈旁邊 災害照明這些 食物需求 有沒有 要怎麼檢討 對 好 要請我們市民實質上輸求的 安全考量 好不好 好 好 來 後面就是我們海線 有哪個大問題 上 上一月 我怎麼又有說過 我們用一顆 他煮到天然災害 的時候 我們的建物 會有伸出元首 可是 隔壁的 隔壁 隔壁 真的 很可憐 你看這是 六月分的款 這我都統治局長魚 這用六月分的時 我現在你看這魚 它沒那麼多 他魚 死了 他第一時間 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 他可以先用他的草 他要用太 這樣 有的 這裡出彼頭 就沒事了 所以他沒辦法 他一定要把魚 浸在水裡還沒炒 但是我們看起來 很恐怖 對不對 所以這要怎麼處理 我說我們的通報機制 完善嗎 我安典會期開始 已經說到 說一道魚 我請局長 通報機制已經完善了 我們請海洋局長 請海洋局長答覆 是 要給我們報告 這個 後來我也跟 我們那個環保局 那我們這裡有做一個參加 我們有討論出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通報機制 我給我們報告 開始 那天 那天是當時 那天六月 九月 九月中秋年假 第一天 那天你也沒辦法給我 我就跟那個環保局 有待遇局長 我們就協調好 我們就 那天馬上調人去處理 不過 我們 不是說 每次都是議員來通知 這樣不對 所以 我請我們的同仁 我們用一個 我們會有一個專線 然後我們 隨時會有一個 公務手機 跟那個專線是連在一起的 隨時我們會來處理 因為 那天本來我們有參加說 欸 這是不是通報這個公訴 可是後來我感覺不對 公訴他也是 晚上大家也會休閒 啊 拜到拜日也會休閒 啊 這樣 載轉還來通知我們 那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 由我們海洋局 我們來做窗口 我們來做處理 阿多宣導 我們可以請民進局 請民進局 用地方人都找區公訴 這個區公訴 來到宣導 說有這個專線 發生問題 不管是 適合的問題 還是我們這個 用集合的問題 都可以來找這個專線 來找我們 直接跟我們海洋局 有一個聯繫 這樣 不要定 不是比較重 民意代表 我覺得這不是正常的管道 是 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有查報員 阿 我們在地坑 我們本來就會 跟適合 由我們來處理 沒問題 好謝謝 阿環保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死魚 他到底是一般廢棄物 還是事業廢棄物 請吳戴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他是養殖戶 養殖戶所產生的 所以我們會當作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可是我剛剛有查到 我們有分為兩類 一般廢棄物和事業廢棄物 這個就算一般事業廢棄物 就對了 他可以延埋嗎 如果有延埋的話 要合法的衛生延埋場 那當然 如果需要環保局 這邊做代孕的話 我們在我們的 類似範圍都會全力做協助 所以我說的 重點在這裡 他虛仔死了 第一時間 他靠你們環保局 你們環保局 抱歉 這不是我的業務 這是海洋局 阿現在還等回來 海洋局 阿過海洋局 說阿沒有阿沒有 還不叫 穿去對台島青的 這是一般事業廢棄物 我沒有在收 我把市府八成縣 把市府八成縣 所以我不跟姚 可以拜託 副市長 我們可以拜託 我們可以用一個開口式契約 來幫助這裡 當然 他要付費 他付費沒錯 可是我們用一個開口式契約 來幫這 這個 用一個 發生問題 我們先幫他處理 處理 你以後看是要怎麼來代收回來 是不是這樣說 這可以參加一個契約 好不好副市長答覆一下 可不可以 請業務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議員這個建議我覺得非常好 我想我們就請海洋局來研究一下 就是未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有一個開口契約 來處理這樣的事實 好我們來研究 用這個飼育魚 他不放在這裡 這都是做人 都是真的是賺錢人 我是說 我們政府只出一個 店舖 他自己來出店舖 啊因為他飼育那麼多 那副市長請坐 那我飼育長請坐 他是飼育那麼多 你想他是要怎麼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次 打死的當天就要穿這樣 你如果第二天 他的水庫是會炒魚 炒魚的水庫的水就放掉 啊 放掉變 他以後的水要怎麼來 那水有可能我們要漫 啊 找過的地方又沒有水 所以這非常嚴重 啦 這我頂飛機以前說過 拜託一下齁 你要積極處理一下齁 不要讓我們 剛剛我們 我們的海鮮 我們在那邊 覺得像那個 不是市區的人 好不好 都沒有人要管 拜託一下 這真的很嚴重 所以我說 一定要看局處 通報的管道 一定要順暢 一定要正確 啊 可以希望可以編列 相關預算 或開口式契約 來協助業者和養殖戶 處理這些那個 死魚的問題 還有加強輔導養殖 漁民的合法化 處理死魚的魚體 這是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宣導 就像我們 我們這些環保局長說 就是這樣 不可以延埋就不可以延埋 為了我們在補貨 我們的土地 好嗎 來 這就是 我們在煮一些 我們的傳統黃昏市場齁 現在開始 稍微沒落下去了 有什麼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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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我們當作是設計的機制 和設計的環圍 和設計的通道 和設計的排水系統 都不是現在用的了 所以 第一 我們的市場 現在已經 有很多人 沒有要去 要怎麼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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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這個市場 可以像我們以前 做他們這樣 人生人害 第一點 我們主管市場 已經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 已經五十年了 它存在很多東西 它存在很多東西 是不是 副市場 你看 這條已經拍到這樣 這個 它的水 這個防水 做得不太好 這都是以前古油的 傳統市場 它的交通 不穿車尾 我們全部都是要穿這樣 所以 這有需要 我們去檢討 說要怎麼 讓我們 因為市區跟我們的 原線 它的生活模式 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 我們在我們主管 我們的市民 李民來說 他們是家去到傳統市場 在買菜 買東西 但是 傳統市場裡面 它的規範 就是說 它的交通動線 不好 設備 對不到 啊 都老舊 啊 我是說 因為我有打 進發市 新興 希望我們指官市場 可以重建 啊 希望 可以說 但重新改製到 讓我們主管的 黃文市場 應該是 以前的人生 人生 所以 我希望說 副市長 這等於我希望 進發局可以用心去 我們已經有送了啦 啊 希望局長 多費心一下 和我們的市民 覺得說 我們有在為他們的安全 施設 來想啊 你看到柱子都已經列成這樣了啦 啊 以我進行取決資料 照你說喔 我們的水泥 的市場 蓋的方式應該在五十年 就需 那個胎換嘛 啊 所以這已經四十八年了嘛 已經重金四十八年了啊 所以我們主管的發展喔 黃文市場 這一定要 我們處理啊 啊 這庭也不用錢 這庭也會重新 那庭也會重新 那庭也會重新 我相信在哪個局長 大家都是做營啦 是又最喜歡傳統的市場啊 那庭也會微微微的 是現在喔 超級市場賣賣掉了 我相信超級市場的那些 賣掉的東西 在現在就說 我只有一斤五 這樣五 這樣五 所以這是我們傳統的文化 還不可以賣掉了 我們要保留到這 以前從做營的 大餐廳 哪製 到現在的市場 到现在的这个超级市场 这都是一部文化 一部走过来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祖先给我们的一个文化 父亲友 这人局长在我回去检查一下 可以让我们猪股 因为我们猪股30 二年没完 我希望我们这家可以有一个改变 让我们市政委来对我们海参 我们猪股地区的重视 这我们不会来带你特工叫你黑白去 这属性就都返到这样 那么进化局也有派人去 我们有现场会康过了 真的是有改变的必要 局长在做政策有改变的必要吗 局长回答一下 请局长答复 主席 谢谢议员 议员其实上次就非常关心 我们也在议员咨询之后 有派员去会康过 那我们也牵准市长动用第二玉杯金 针对这个案子呢 做市场耐震的详细评估 那我想是不是等我们 因为这个报告呢 大概在11月23号会出来 我们应该12月18号就完成想评 那时候完整的处理方案 我们再来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不要再又报告出来之后 又讲说 又要破经育 又要算大家用得用的 台中得好 那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全部充用 丁处理啊 对 先了解他到底出什么问题 后面要对策才可以找得到 比较完整 一个时代的变迁 当然环境的变迁 有环境的设施变迁 它的一个建设我们地方的一个不一样的方法 我希望说这已经四五十年了 属于有必要改了 好不 好 既然请坐来 过来 因为我刚才有强调过 我们主管三十几年没有议员 所以我现在说的都主管 我们主管行政区里面 这些负责人也知道 停车都不便利了 当然它有改建过 我们外面看他很新 其实他已经四五十年了 我们现在不是说他的 他的 建设的所在好不 是他现在存在的地点 对不对 他存在的地点 以及我们主管所有的十字路口 他没有停车 有他的 你注意大家看一下 帕斯座 也没有 这个 保证桌也没有 微信桌也没有 图书馆也没有 图书馆也没有 八十年 你要叫他停车要放在哪里 这是东西 是设计 因为有可能这个 时代不同 所以设计的 规划不知道 可是没有结束 真的有停车店 我这样说 你请问一下 副长 这你叫八十年停车在哪里 要怎么办公 是不是这样 这因为我们主要 你要给便民也要有 他停车位吧 也要动线可以嘛 你看他停车位放在哪里 对面都要拍出手 你如果有他轨 就要再开门 所以你要叫他怎么用 这都是大楼边 这都看得到的 对不对 这都是大楼边 的地方看到 分住所我都会出来 都是大楼边 完全没有停车位 你说附近有 说有停车的地方 我不知道 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我说 我要说的重点是怎样 要怎么迁移啊 因为我们因为 枯公所是我们主管的区中心啊 他的办事 赤公的人 听车都不容易 所以 我和父亲有想到方法 在我们主管 有一个空地 这个子瓶公园啊 这个空地很大 还要按照 按照 更按照 土地 再全部所有的行政区 就刷 再来子瓶公园 这 这三个 这四个行政区 全部通通過 都刷来安子瓶公园 那 土地当然 大家想说 錢w como 這几堆土地 可能我们先买 买来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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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我们主管 最好的地方 我講重點是沒有停車位 廁空不便 他的他處在的位置到目前 以前或許是適合的 可是現在位置 現在是不適合在這裡存在的 因為你看圖書館 我待會兒給你看圖書館 這門外面就是拍書座的旁邊頭上的大樓 這完全沒有停車位 這是真的 本事說的都是有利的 不是黑白蘭特的 這是沒有路 你要叫這八十七 請別人要怎麼搶公 對不對 在這四個我們把他移到執屏公園 可行性可不可以 我們副市長請答覆 我們葉副市長請答覆 請葉副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這樣子好不好 就是可能是我或是我們李副 我們找個時間找相關局處 到那邊做一個現場會刊 那如果說可以把相關行政單位 譬如說您建議的執屏公園那邊去的話 那現在那個目前的一些辦公廳設可以空出來 空出來做活化或是其他的利用 說不定呢 在那個預算上啊經費上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就可以有著落了 所以我們把它做一個比較中長期的計畫 往這個方向努力好不好 對啊 你們這屬性 屬性真的在我們市中心啊 對 都在市中心 可是他最主要是他洽工的 我們所有指官的市民們洽工都不變了 所以你們有找個有建議我們請副市長 還是哪個副市長 我們去來看一下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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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來安排一下 來學校看是什麼 能不能處理 對對 我覺得預算應該是還好 這邊每一塊都很值錢啊 所以以前應該是沒有參與問題 是我們市政府有割心想要做這件事而已 對對對完全同意 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比較中 中期的計畫 不要老是那個頭痛一頭腳 對對對 我們把它做一個好不好 好 我們要葉副市長 是 來啊 這我剛剛就說了 結論是說現在行政區影響子官整體發展 現有行政區交通停車不變 造成動線不良 新行政用地的無需再購買 減少開支預算 還有再將行政用地集中 以便市民朋友洽工 最後一點是新行政大樓建構經費來源 可將現有行政土地釋出取得經費來源 所以我都方法也幫你們想好了 來我們87期 講到87期這個我們的邪龍禮 那一天我們有看到那個雅芬議員也有提到說 他們那邊都沒有活動中心 所以喔 我本身也是說要在共產黨區開箱 在這裡沒有活動中心 請命一下 這個負責也知道 這個邪龍 老處 信義 他們這三的例子喔 完全沒有活動中心 他們在這裡有很多地方的地方啊 都是借人家的地方啊 當然說八十七里的土地很價格 可是到底是不是可以 可以來給我們蓋這個活動中心 我是不知道啊 還是我建議說 現在裡面 我們新一里航 社群里航流處理 都在我們八十七里的中文啊 剛好在八十七里的中文 我昨天問過地震局 他說那邊是有土地 但是蓋有可能要花這麼多錢啊 所以我說這裡 民政局 我們剛才這附近有沒有公有的 公有的我們可以我們公有的硬體 的建設可以來給他們這三個 使用的這附近有沒有 我們請局長答覆 請超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對鋼山這幾個里的關心 那其實針對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盤點是目前暫時沒有但是 我們現在有在整個 我們新生社群里配合八十七起 因為李副市長還有市長都非常支持 鋼山整個發展 所以我們正在做整個 包括多功能的福利中心 包括行政中心的一個評估 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有可能在我們新生社 到八十七起的中文 有一個機關用地 我們可以一起整體規劃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把活動中心納入 一起來做一個評估 謝謝 謝謝主席 因為這 這我 因為 我的特工這是因為他們這屬性 他們都沒有活動中心 市民便宜要辦多少 都要每人找地方 很辛苦 所以這里長常說 找不到 有時候要找人 找要找里長 沒有一個辦公室 找 所以我們高雄 原高雄建很多這種 我們的社區裡面完全沒有活動中心 也沒有辦事處的啦 可是里辦事處嘛 所以我怎麼促課一下 我們紀元有一個里啊 我們紀元有一個里在那邊 我們我們市府就應該有一個辦事處 里辦事處讓這里民 可以隨時找到里長 或是辦任何洽工詢問也好 他也是安民政局一個機制啊 對不對 你要發什麼政令政策 要發什麼政令是不是 我們經過 對 里長的傳幹事嘛 李幹事嘛 你李幹事家紀元 在他沒有辦公室 你想這里民買得出他 做這三個里 屬於你說的 里民的權利相等的啦 也有同等的待遇 這是很屬於的東西 他也是我們高雄市民啊 為什麼 別的理由他們沒有 也要輸客家嘛 所以我也要拜託 這裡長 撒個陳情書出來 向這個發展社區的理事長 下一個陳情書出來說 讓我們 這個代理事長 我們的市政府團隊 看到 我們的訴求 這是我們的訴求 希望 市政府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 看到他們的訴求 來真正 我們要帶到我們 里民權利相等 大域也要相等的 這是非常重要 好不 那 葉副市長 這個你回去也是一樣 當然 我們說很多東西 你們要評估一下嘛 所以我們在討論 也不要說 總質詢完之後 就不會忘記了 就是我站在這裡表演之後 你們都沒有事情 這樣 不可以這樣好嗎 這樣就不猜 這個總質詢這個意義了 我們總質詢就把我們的問題 把我們地方的問題拿出來 給我們這所有的 局處 我們副市長的參考 啊訴求是哪會 可以做的賣 我都做的賣 是你們市政府 團隊那些都很冷的嘛 啊不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啊這個總質詢 不要讓我沒了 其他都沒關係 啊結果後面火開了 人就完了 小人說沒有了 議員我沒有經營的 啊等到後面期待了 議員會來會來 我們今天去處理 這樣都很太消極了 這個公務員永遠 好有價值的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有錢就有錢 沒有錢就沒有錢 不要通理貸水啦 齁 這位周英雄拜託一下 啊各位來 教育局我們現在 我們市長有一個 三年雙機嘛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我們請國局長答覆 謝謝 呃謝謝主席協議員 我們目前規劃的就是 四年之內 把全市 347所學校的雙機全部裝好 我們第一年今年 我們做完三十四校 年底以前 三十四校在哪裡 在哪附近 三十四校是在工業區的 五百公尺之內 我們海線有沒有 應該是有啦 像中雲國中啊 中雲 那個叫是不是中雲 中雲 中雲 靠我沒關的咧 蛤 蛤 柯寮國中 紫官 哦好 紫官 彌陀 永安 岡山 我了解一下 橋頭 燕草 不 議員我跟你報告 讓我了解一下 因為中雲國中 我有去過了 那代表中雲國中 有你印象比較深刻 那拜託局長 因為他們靠近海邊啊 拜託局長 那個 從雲上完的時候 也來我們 紫官國小 紫官國中一趟 我 我哪一天 我去一下 我跟你報告 第二年 明年 明年我們 這個已經經過 跟副市長口頭 報告過了 明年我們擴大 到六十八校 大概需要 三億的經費 那市府目前呢 已經編列 兩億的預算 等待審查 那另外一億呢 市政府會 協助教育局想辦法 所以我們 四年之內 我們保證 一定會把所有的 學校的冷氣機 和空氣清清機裝好 這個是我跟議員報告的 主席啊 這是我們市長 雙月的政策啊 這也是我們 高雄期未來祖文翁的 學習環境啊 健康啦 我為什麼大家說 為什麼大家問說 我們海線 我們共產有嗎 為什麼我問 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那裡 也是 污染這麼嚴重啊 對不對 我們那裡有很多工廠啊 我們那裡也有 發電池啊 每一個電池 也有 有煉油廠 都有啊 對不對 還有我們那裡有一個空軍官校嘛 它的起降嘛 你給它 落入空汙 你還想到 空軍官校也是一個 噪音汙染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們沿海地區 共產地區 有那個空軍官校 起降機 插到的地方 我們教育局可不可以先去要求他們裝氣密窗嘛 先讓不要讓人有聲音嘛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是方圓幾公里三公里補助而已啊 其他都沒有啊 不然代表說三公里以外聽不到啊 是不是這樣說 是 局長我們可以去協調嗎 可以去跟空軍關照協調一下嗎 我們來協調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明年呢 我們是改變是用AQI的值啊 不再用工業區 0.5公里1公里 我們改成AQI的值 然後AQI大於101的 重拾高於110天的 我們優先裝啦 我想 就是空軍關照部分 靠近海線的我們再來去瞭解 再來特別來處理啦 我有看到你說你在工業區附近嘛 優先嘛優先裝設嘛 當然 空軍關照的噪音 我們沒有輸工業區 也說你說的 空軍也沒有輸工業區 對不對 他本來去那邊邊邊去 我都認受到 三四十年了 這不知了我出生就有了 所以看了多久了 所以我們受到 在那裡的環境的傷害 結果你都不好都沒想到 都沒想到 我們共産地區 我們主管地區 那裡的基點 對我們上海 局長這個 因為教育很重要耶 你沒有一個好的環境 每天分地去那邊邊邊邊去 他們是要怎麼突出 是不是啊 他們是要怎麼突出 啊 當然啊 空軍關照 他有補助 噪音分配 75分配以上 才有補助嘛 啊 我請問一個局長 75分配以下 這個不是噪音嗎 對不對 噪音就是噪音 當然是75分以上 他是幾點嘛 可是我意思是說 他附近好好 在那那麼久了 來來台灣 這個空軍關照 旁邊所有的好好 做一個七米裝 也沒過分嘛 是不是 局長 這是你的接近 你愛 你愛去協調 你要跟空軍關照協調一下 對不對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 彈兔東西 因為孩子的血統 不然你說 不然沒有人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裡 湊嘛 是不是這樣說 他在那裡就造成 地風的困惱 跟地風的噪音汙染 跟地風的發電嘛 是不是這樣說 是 所以他來回饋幫助地風的血統 這也應該啦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喔 雙界落實喔 拜祭局長喔 要費心啊 啊 快可以爭的 不要再分 對再對 只要有經費快爭爭的啊 對不對 既然有人打贏了嘛 對不對 既然說出來啊 我們還會快人爭爭的 那經費快想辦法 啊 像我們的空軍關照照應附近的 先優先一下 先優先來處理 因為空軍關照附近太大了 有陷入到主管 美德 英安 共産 我們都有負責到 局長有這個 有空要拜託你啦 啊 我本身喔 很開心說 市長可以提出這個雙雞啊 但是要落實 一定要要落實 讓我們高雄市民喔 學童教育喔 環境一定要 我們要處理最好最好的 這個教育環境 不然我們需要一步而已 你能處理台北一步 我們不能處理環境 再處理環境 這究竟你處理這個 警員要來做這個位 人在其位摩其子 你這個位 就是要體驗血統 保護好他的 教育環境啦 讓我們高雄市所有學校 他的環境喔 可以彻底 真的對我們首都的學校是一樣的 像我們的原鄉 卡市區的學校是要一樣的 不要有差別 你如果有差別 這樣就不會高雄市了 啊 啊 夠是空氣了 肉的地方雙雞 要先處理嘛 這個安靜 你跟那種工業區 不一定代表工業區 那是空有的 也是很多漂過來 三公里我漂過來啊 對不對局長 這都要注意了 啊 最後齁 來請坐 我們感謝我們三位副市長 和所有的局處 因為這段時間 會艱難的通過環境 啊 本社真的了解 希望 大家 好 謝謝宋議員 休息十分鐘